近載運通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總司令 今天台北股市的盤 我相信各位一看就知道 大師兄回來了 是不是 你再回頭去看昨天 嘉偉老師昨天的節目說 你如果棄圓宇宙 轉買航運 那你就掉進了黑洞 我昨天我有酸航運嗎 我沒有啊 對不對 我昨天都是在跟宇宙人講啊 因為我相信很多的人 原本是聽嘉偉老師的話 買圓宇宙的 是不是 可是因為昨天的盤 是垃圾盤 是垃圾盤 所以中小型股都全面下跌嘛 再加上昨天的航運漲了 航運是第一檔 看起來那個打底很漂亮對不對 所以一定會有很多的人 把原宇宙丟掉 去買航運 所以我昨天就找到這個圖 我說非常的貼切嘛 對不對 宇宙人嘛 你如果昨天棄了原宇宙 你去買航運股 那你就掉進了黑洞 是不是 那你看昨天那個氛圍 其實嘉偉老師昨天的節目 很多人說我在胡說八道 你今天你在靜下心來 你仔細去看昨天嘉偉老師講的節目 我昨天在跟各位講操作的心法 強的股票本來就會蓄強 弱的股票本來就會蓄弱 所以我就說嘛 那些老師都告訴你說 如果航運股會漲對不對 原宇宙會崩盤 也就是說原宇宙股票會跌下來 航運的股票會往上漲 我就真的很想問這些老師 你們是在做夢嗎 如果有天 真的原宇宙崩盤了 那我跟各位講 航運股早就不知道已經破底 破底 破底 不知道破到哪裡去了 你昨天你聽不進去 你今天你靜下心來 你去看一下過去的例子 對不對 因為原宇宙要崩盤 那絕對是一個大空投來臨 那大空投來臨 那低檔的股票更慘 一定是領先破底 對不對 那昨天大家聽不進去 甚至我昨天在網路上 我還看到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家瑋老師亞光獲利了結 我也要被罵 說你看一講亞光亞光就跌 笑死 我拜託我亞光漲了幾天 雖然沒有賺很多 我郁金光獲利了結 我也要被罵 對不對 我們昨天郁金光還是賣在 賣在還沒跌的時候 尾盤大跌七八光 我有什麼事 我也要被罵 對不對 所以你看昨天的盤 就已經有一點點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水手的怨念這麼深 對不對 教育老師早就說我不酸水手 我早就沒有做歌 改歌去酸水手 我只是正常的分析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怨念這麼深 對不對 好 那你今天看 台北股是跌27點 元宇宙概念股大漲 那今天從跌幅排行榜排回來 第一個叫做食品貴 第二個叫做航運股 對不對 那昨天氣元宇宙 跑去買航運股的老師呢 當場暈倒 昨天就有啊 停損光照 光照是什麼 泛源宇宙概念股 是不是 你停損了光照 結果去all in的長榮 今天光照長 因為昨天你說all in 還特別解釋 all in就是石成 石成 然後昨天在那邊爭 你看哦 對不對 就只有我 敢這麼大聲的跟你喊航運 我在那邊看節目我就在想說 奇怪 這到底有什麼好真的啊 這莫名其妙對不對 對不對 這到底有什麼好真的 石成耶 那石成代表就是說 你已經沒有光照了嘛 你一定停損掉了嘛 那結果呢 今天掌停吧 所以我昨天不是唱衝動嗎 我說真的不要衝動 對不對 衝動 我的手在發抖 技術面是那麼多 走了好久沒盡頭 你選擇留 我選擇走 衝動 我的心在戰鬥 怎麼和時間撥鬥 雖然還是被捉弄 愛你的衝動 心甘情願 被你玩弄 被你玩弄 有沒有被玩弄 是不是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講 多頭為什麼賺不到錢 因為他會嚇你 甩你 磨你 昨天就是最標準的甩掉你嘛 平常怎麼甩你不會走 那是因為你可能你就算賣掉 你也會變成現金嘛 那變成現金 你隨時一看到它發動 你又追回來嘛 可是昨天不是 昨天就是因為 有一個航運股往上漲 所以就讓你跳進了那個黑洞 黑手厲不厲害 是不是 那夏尼咧 你再回想一下上禮拜 我整整一個禮拜之前 說什麼NU鋼彈 NU鋼彈病毒是多麼的可怕 今天跟你講說這是耶誕禮物啊 因為它只是跟感冒一樣 反而有助於我們人類免疫 一個禮拜的時間 對不對 那上個禮拜跌284點的時候 我請問一下全市場分析是在幹什麼 那不就是見掌縮掌間諜縮疊嗎 對不對 融之先斷在說 對不對 不然就像昨天有沒有 昨天元宇宙概念股一疊對不對 是不是你 你去看我上下左右的分析師是不是 原本在講元宇宙就說我們高出了喔 喔我們高出掉了喔 嗯 那今天全部都變回來 是不是 我說一個分析師永遠在那邊 見掌縮掌間諜縮疊 那你去當散戶就好了 上禮拜跌284點的時候 我教會老師也是穿便服嘛 是不是 我說利空回撤皆買點 利多出境才跌真嘛 下周台北股市一路向北 喔 從這裡 禮拜一開低走高跌41點 禮拜二漲99點 禮拜三漲158點 衝到這裡了 喔大家開始追啦 因為元宇宙概念股開始轉強啦 一追 昨天甩轎 我昨天是不是這邊特別講 我說強勢股通通回檔 跌身股開始反彈 那你是要買強勢股 趁強勢股回檔去買 還是跌身股反彈你要去買 他之所以跌身一定是他弱勢嘛 昨天我還看到PTT有人發問說 到底強勢股怎麼分別 這還用問嗎 這還用問嗎 來來來 來來來 這叫什麼 這叫弱勢股 這叫什麼 這叫強勢股不是嗎 現在宏達電的走勢 不就是一年前的航運股嗎 不信來 對不對 現在航運股長這樣 那之前這裡呢 對不對 那在更之前 這還是最後喔 之前呢 對不對 你說這裡怎麼這麼短短的 來我放大給各位看 喔齁齁齁齁齁 對不對 那是因為後面長太多了 你才會覺得 這邊怎麼好像這麼小小的 那是因為後面噴太多了 可是你把它放大 喔齁齁齁齁 一開始是不是也很恐怖 是不是也有甩叫 是不是甩叫完之後又上去了 不就是這樣嗎 所以你看嘛 昨天我就說了嘛 你如果氣原宇宙轉買航運 你就掉進黑洞啊 昨天台積電漲 昨天台積電就貢獻了124點 所以我們手中的持股唯一一檔跟指數有關的 叫做聯發科 昨天聯發科是不是也漲 也漲15塊嘛 但是今天換中小型股長 今天指數股跌 今天台積電 對不對 就跌了嘛 那順勢聯發科也就回檔了嘛 但是中小型股呢 全面性復活啊 對不對 所以昨天這就是標準的陷阱題嘛 但是我也要讓你衝進去啊 我昨天是不是還特別拿萬海來講 對不對 對不對 我說你看這裡這麼長的時間 兩個月這麼長的時間 拜託耶 對不對 你這一根遮起來不要看好了 你這兩個月的時間 你聽家衛老師的話去買強勢股 去買元宇宙 你不要這樣病鬼 是不是 然後昨天一根掌 喔 家衛老師你要跟水手道歉喔 因為之前如果水手聽你的話 喔 他們少賺很多 有沒有 比較幫幫忙耶 水手你如果你們如果早聽家衛老師的話 你們早就躺到病鬼了 是不是 我為什麼要道歉 舊人還要道歉我真的是莫名其妙了 我還特別拿海光的例子有沒有 海光這邊我也被騙進去一次啊 其實我後來我發現這麼多人突然轉向 開始罵家衛老師 其實就是很簡單 電視會員嘛 對不對 從開始 家衛老師做海光開始 你們追了 結果呢 我沒有賣 對不對 我回來 然後你們就賠錢 賠錢之後呢 後來開始 欸 怎麼跟家衛老師就賣掉了 怎麼就賠錢了 有沒有 對不對 然後呢 你們現在高檔元宇宙套著 對不對 我沒有賣喔 我還是持續看好喔 啊你們自己賣掉了 啊你們自己賣掉了賠錢了怪我 如果以後家衛老師我停損了我賠錢了你怪我 那還有一點道理 我每天我都還看好 結果你們自己跑掉了 怪我 罵我 對不對 你看那個網路上 像那個什麼靠北頭顧 對不對 莫名其妙 那我亞光獲利了結我也要被罵 我玉金光獲利了結我也要被罵 然後我只要是漲停板的股票就是變出來的 我只要是跌停板的股票就是真的 你這不莫名其妙嗎 對不對 那我就說了嘛 你們有時間去做這些事情 你們還不如好好的研究股票 今天跌27點 位數漲停板 宏達電差一點漲停盤中 亞信創新高 這亞信真的創新高對不對 你看嘛操作就是這樣我那天賣掉了 可是我後來發現聯發科概念股全面性大漲對不對 矛頭不對我就買回來 操作不就是這樣子 誰跟你講說我賣掉我隔天不能買回來 我跟你講教育老師你一定變出來的 隨便你啊 對不對 你要怎麼想我能管你嗎 重點是你有沒有賺到錢才是真的 我們會員有沒有賺到錢才是真的是不是 林陽創新 育創 威盛 威風電 華訊 那為什麼他們這麼強 我就說了嘛 你要做有Future的股票 航運股有沒有Future 我可以跟各位講沒有Future 我等一下告訴各位一個祕密 你就知道為什麼他們沒有Future 真的有夠離譜的 真的啊 千萬不要因為沒做到標股而變成宇宙算 何必呢 對不對 何必呢 你是跟自己的錢過不去而已 就像嘉偉老師昨天的節目 很多人做我節目 昨天節目胡說八道 你直接回去看我節目 你現在再靜下心來回去看我節目 我昨天跟各位講的都是操作的心法 本來就應該要太弱流強 你不能因為強勢股短線進入整理 你就說他叫做弱勢股吧 是吧 所以第一段最後還是送各位一首歌 那就掌停吧 對不對 我覺得歌子寫得很好 對不對 不要哭了嗎 該哭的人是我吧 你都坦白愛上了他 我有什麼辦法 我也同意啦 既然你提出想法 我們不要拖拖拉拉 就從昨天開始吧 對不對 既然你都已經轉向了 既然你都已經氣緣宇宙去愛別人了 該哭的人是我吧 是你不要我 家瑋老師持續看好 是你們不要我 是吧 對不對 你都坦白愛上了他了 我有什麼辦法 那就我們不要拖拖拉拉 就從昨天開始吧 因為你們昨天已經氣航運鼓 不是 氣緣宇宙跳航運鼓了 不是嗎 我沒有酸喔 我都在跟宇宙人對話喔 那就掌停吧 在愛都曲中人善啦 那就分手吧 在愛都無需掙扎 不要再問我 真捨得拱手讓他你走吧 到了記得要給我通電話 那就只好掌停啦 為什麼捨得拱手讓他 你們自己要跑的 我能拉住你們嗎 我每天在節目上苦勸 一直勸 一直勸 你們還是要移情別戀 我有什麼辦法呢 標封在一起 今天最後一天 你自己去看看有沒有標封在一起 下一節段回來 我們繼續分析 吝嗇 晨通投顧 陳老師持股大漲 元宇宙低谷卫星 帅要完毕 筹码洗劲 特别推出标凤再起50% 最后一天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请您速下专线 02-2752-5868 2752-5868 城东东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回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尽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尽一定贷出 城通投顾 拥有股票、期货、双振兆 本名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城通投顾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课城通投顾 陈老师持股大涨 元宇宙低轨卫星 帅销完毕 筹码洗净 特别推出 飙风再起50% 最后一天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请您速下专线 02-2752-5868 2-2752-5868 自然循环 生生不息 自然循环 欢迎大家回到现场 我说各位 你们就算不相信家伟老师 你们总该相信北投神童吧 是不是 北投神童哪一次预言 有让各位失望过的 这是今年年初的121拜登机杀爆台股杀台机 这一张绝对流民侵蚀 对不对 这一张是9月的时候跟各位讲的 5倍券10月来股市先杀再拉台 台北股市杀到哪里 台北股市杀到10月4号 对不对 台北股市是不是杀到10月4号 1616的10月4号 然后10月8号 5倍券开始使用 后来台股就这样一路拉重 对不对 然后后来北投神童又唱歌了 元宇宙大爆炸 人人都想参一咖 别害臊来泡茶 股价涨停笑哈哈 后来呢 涨了多少 狂涨 12月到了 北投神童也应景唱了一首圣诞歌 叮叮当 叮叮当 宇宙多善良 你看算命不理红茶面容多么似扬 叮叮当 叮叮当 宇宙多善良 红茶飞腾在窗新高大家喜洋洋 是不是 你们都不理红茶嘛 那你来看一下 我11月23号跟各位讲红茶 对不对 回撤月线是最好的买点 那一天跌停板 今天宏达店长到这里 你回头来看 来 导播这里帮我放大 对不对 他经过了这里还跌到72.3 然后今天拐上来站上月线87.9 我问你 突破新高很难吗 你以后你会怀念两位数的宏达店 所以我就说很多人有很奇怪的观念 他就认为这种股票一定要下去的 然后像航运股那种股票就一定要上去的 我今天早上我就跟我会员讲的很清楚 这是今天早上起子跌30点的时候我发的 对不对 我说昨天一日反弹市场又出现了大量买进的筹码 因为投资人都认为航运股应该上涨 而底部的股票比较安全 这只是你们一厢情愿的想法 谁跟你讲底部的股票比较安全 如果台北股市真的转空 破底的一定是底部的股票 打底不成反成头 你知道这有多可怕吗 唯一能保护自己的一定是强势股 我说我昨天还举那个亚信的例子 我说再怎么样 对不对 你看那亚信3169 对不对 你看头信满在哪里 头信满在这里 对不对 对不对 头信满在哪里 头信满在这里 这一根掌停的 对不对 他怎么样他也会把他拉起来 他这边跌下来被套了就拉起来 你看今天创新高 我昨天就讲 我认为他创新高的机率比较大 他就算没有创新高 这里能不能你制作一个跌生盘还卖掉 你不会赔啊 是不是 所以我今天我要跟各位讲 我昨天看到那个航运股 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这是昨天我在PDT股板 对不对 下午我看到的新闻 对不对 万海召开法说会指塞港 有明显的改善 你要知道喔 PDT股板 他标题一定要贴 不然会被水桶 对不对 网址在这边 下午三点 然后当时候的内文 内文也一定要复制贴上 当时候说 在塞港已经明显看到减幅37 我今天早上我要去搜寻这个新闻 我想说奇怪 我怎么搜寻搜寻不到 因为新闻 同样的网址喔 新闻变成这个 万海看好明年货柜展论 我想说不可能啊 我就特别找到这个文章 我再去点这个网址 一点出来 就是这个文章 然后本来不是说已经明显减幅37吗 结果文章 对不对 他们记者自己把它改成什么 来 美国西南岸地区塞港 航商跟政府都积极在疏导 但是还需要一段时间让塞港完全疏解 也就是说昨天塞港缓解37% 将近四成的那句话完全不见了 你今天都找不到了 你有没有去想过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要消灭这句话 因为他不想让你知道这句话 对不对 他不想让你知道塞港已经明显缓解了 过去的航运股是因为塞港而上涨 现在塞港缓解了这不就是利空吗 好 但他不想让你看到利空 所以他把这句话消失 你真的你现在搜寻是找不到这句话的 所以啊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 不就是为了要出货吗 不然你看到塞港缓解你就卖掉了啊 不是吗 所以我就跟各位讲 原宇宙概念我用艾普的例子会跟各位讲吗 未来他还有很大的一段在后面 你现在看到宏达殿这样子 对不对 你以为长很多了 我跟各位讲以后你会怀念两位数的宏达殿 因为你从月线的角度来看打了十年的大底 现在月线才刚开始底部翻样 你不买吗 是不是 还是动力火车的歌 除了爱你还能爱谁 你留下的世界一直离破碎 我可以无所谓 只要你直觉无后悔 爱得更对 除了爱你还能爱谁 如果十年任让十年继续赎罪 已幻灭的爱情 至少有人还有幸福 给你祝福 我给你祝福 我就是爱缘宇宙 当然如果宇宙人想要跳 去当水手 我也只能祝福你 教会老师把我看到的 我该讲的我都讲了 我没有任何酸的意思 我只是把我看到的 我能劝我就劝 对不对 那当然最后的选择在于你们 看你们是要做哪里 元宇宙概念股飙峰在一起 今天最后一天 我们明天见 本土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利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承风头顾陈老师持股大涨 元宇宙低谷卫星 睡觉完毕 红马洗劲 特别推出飙风再起50% 最后一天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请您速洽专线 02-2752-5868 2752-5868 城东东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尽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其中 保证贷尽一定贷出 城东东部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无往不利 城东东部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Var